春夏秋冬的四季星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这里是狮子座 可以看到春天的大镰刀在这 然后这个是狮子座的尾巴 又叫做五帝座一 然后这个是轩辕十四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 这是狮子座 那比较难看到的晚上比较难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巨蟹座 每颗星星的位置都保证其正确性 四季星空也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整线 老师教导学生辨识星座 不只方便而且趣味十足 这个地方是摩羯座 12到1月这摩羯座 摩羯座完之后就是1月份到2月份的水平坐 走廊两面墙化身成星空 校长笑着说就是让学生不用上和欢山 就能看见浩瀚的星空 我们希望学生不用去和欢山 也可以看到和欢山的样子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都老师自己把资讯提供给这个厂商 然后他帮我们输出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点点 不是说你想要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 它其实就是很精确 你看到的哪一点就是在哪一点 精准的星座位置 连天花板的灯泡都巧妙排出北斗七星 猎户星座等星象 天文狼道还特别模拟了月亮的每日变化 让学子可以随时观察月球的不同面向 把我们学校过去这些年来 这十几年来的天文成果 慢慢的放到上面来 同时也要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 所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走廊就先设计了一个 十二星座的展区 我们也设计了尽量白天可以看得到的天文的东西 就是月亮跟太阳 所以我们把月亮跟太阳特别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万一小朋友想看 想要学生想看 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月亮 可以看到太阳 那只要到我们四楼的那个大平台 抬头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 验证到我们这些东西在这里 不少学生说 每个季节都设有特别的开关 透过不同颜色的灯泡 认识不同星座的形状和位置 还可以循环复习 这里就是能在白天 然后又可以在学校园 这个空间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星座 然后老师也可以用这个来上课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很少接触到天文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如果展出这个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星座的 我觉得学校达到这个让我感受人生 之前有自己去和欢山那边看过 差不多 我觉得能在学校就看到星空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主题是天文 所以老师为了让我们晚上不用留下 用望远镜看 就在走廊上创了一个给我们 有一些地科科的内容 在旁边也有很清楚的表示 那因为图片都是放大的 那也有很清楚的 就是说明说 那例如说月亮的星象啊 或是太阳 都有很清楚的表明出来 那就会让我们比较好的去理解 那个课程的内容 天文教育触手可及 十二星座半左右 不用去和欢山 就可以不断复习星象知识 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天文的浓厚兴趣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ー ボコン 银 Cook月亮相